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9月2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利达资产 管理基金经理及合伙人王耀忠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大家当然知道 昨晚的早点一定是美国联储的议息 最终维持息口不变 但预测年底前仍然会加息一次 美债息到头抽升 美股仙升后跌 纳指跌超过1% 稍后一定要Andy和我们 第一时间分析一下 联储局的立场 究竟是否真的超出市场的预期 还是怎样呢 未来美股港的走势又怎样看呢 留意看Andy的分析 当然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联储局议息之后 岸兵不动 符合预期 但对转一步收紧政策时开放态度 最新的利率点阵图显示 官员预测今年利率中位数维持5.6厘 意味着年内可能再加息一次 明年将会减息0.5厘 少过6月份预期的预期 即是利率可能比预期长时间维持高水平 美股先升后跌 道指组段曾经升超过200点 收市到跌76点 报34,440点 标志跌41点 报4,402点 纳资跌209点 跌幅1.5% 收报13,469点 意识结果公布后 美债息由跌转升 10年期债息曾经见4.4厘的水平 美股指数也由跌转升 升穿105点水平 英国通胀出乎意料下滑 令英伦银行星期四加息预期降温 英镑一度跌了0.5% 而国际优价回吐大约1% 个别焦点美股 苹果和微软跌大约2% Google跌3% Tesla、Amazon和Meta跌超过1% 英特已跌超过4% 就是表现最弱的导致成分股 看招点中概股和ADL的表现 马亚里比港股跌了0.8% 至宣布83.8.5% 腾讯比本港收市跌0.4% 美团未跌0.1% 而京东比港股升0.6% 汇丰控股ADR 折算布61.1.9% 给本港收市价未升0.1% 友邦跌0.4% 小鹏比港股跌6% 蔚来比港股未跌0.2% 接着我们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可以先看看亚太区股市 其中日本市、南韩市都是向下 日本市跌0.5% 日经平均指数32,838.1% 跌至185.1% 南韩市跌幅1% 卖澳洲市都向下跌0.5% 新生牌子轻轻靠均 升了0.1% 倒指期货表现 美股现在的期货也是偏远的 倒指期货跌27.1% 34,702% 纳紫期货跌0.3% 接着我们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遇事症间廣估 今早早初段的情况 轻轻軟跌幅不算太多 跌幅不算太多 跌36点 先和Andy聊聊外围最新的消息 简单说一说 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 主席鲍威尔会后记者会指出 准备适当时 转一步加息 岸兵不动 并不意味着 已到达他们所寻求的立场 相当接近需要达到的水平 中性利率可能是高于长期利率 会后声明重新 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额外收紧行动可能适当 会继续评估货币政策 对经济和通胀制后效应等等 利率点阵图也预示 今年内可能会再加多一次食 今次会有些经济预测 联储局官员对今年的GDP 预测比6月份的时候 是调升了 预计增长2.1% 各方重视通胀指标核心PC 预测比上一次下调 Andy和我们分析一下 今次特别一点 还有会后记者会 不止议息声明 预测了一些经济数据的预测 今次的意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大家初步的反应 好像是预期今年会再加息 明年有没有这么快减息 和大家原本乐观的预测 有点不一样 你自己会要看 如何看今次的重点 今次整个认识上面 和Q&A后面 其实大致的内容 我就不觉得 和原本市场预期相差很远 因为其实在昨天 大家都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报告 都预计了暂停加息一次 即是说市场都预计了年底 是要加多一次息的 那变成其实是对应的 这一点 首先在一个动作上面 和未来的一个动作上面 我不觉得和市场 心目中相差很远的 而当中我相信 如果实际上市场 硬有些要捉住的字眼 就是不会被它捉住了 就是说 下年仍然还是QT 即是说没有这么宽松的 我相信这一点 勉强就叫做 使市场会觉得 是不是究竟 下年就算后半年 都不会有任何减息的动作 但是 这个本应都不是市场 今次最关心的东西 而再向后望 即是说昨天不算很多内容 即是不算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因为维晓着问的问题 都是与大家预期差不多 即是例如有问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的就是说 刚才你提到 联储局是比较重视核心PCE 核心通胀相关的 即是大家会好看 就是说工资增长 是的 因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令到核心通胀的数据 可以慢慢 叫做放缓 除了房地产相关的数据之外 就是一些工资上面 都有压力有些下降 但是在这个位置 其实昨天大家都预认了 会问他 就是说 最近好像全球各国都周围有 就是罢工的动作 尤其是美国车厂也有 那怕不怕 因为这件事 会衍生到 会有个工资增长的压力 类似这些 但是这个位置 反而他们不是很回答的 是的 就说 其实各种事态可以发生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那也是 因为很理性去想 或者大家很乐观去想 就是 那为了要保住那些 就是员工 是的 那你就应该会和应他 就是会就范 又好 怎样都好 就是简单来说 工资会增长 又会工作时数减低 所以才会有工资增长 但是其实现在 大家正在拉锯 那在这个角度 我们又会看到 一些新闻就是说 好像在未达成到的时候 已经开始炒人了 是的 那究竟这个 是不是反过来 就会令到 失业率又会有个上升 又令到工资增长 可能没有预期那么高 所以其实 不能说他完全答错的 是的 只不过说真的 还有很多变数 就没什么去理太多了 是的 而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大家反而会好看 就是联储局之前都开始说 我们不是很理会整体通胀 就是Headline Inflation 那市场其实都预讨会去问的 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油价升了那么多 OK 那还要有些商品都升了不少 由六月开始 是的 这个低基数效应 所有事情究竟是否紧张呢 那他们只不过说 这个会留意 是的 又没有说说因为这样 就要有很大的动作 其实昨晚 不断强调很多次都是 间接地告诉你 都是看回看数据 是的 那 所以 其实不算带了很多前瞻性的指引出来 是的 所以你说这些位置 是不是应该会令市场很错愕呢 我又不觉得 是的 但是你说 如果真的要捉一个位置 我自己觉得 霸威尔即场不是答得很好的位置 就是 有记者问他 究竟你对于软着陆的看法 是的 其实在那个位置 他就答得不够肯定的一个决心 他后来有尝试再回答 但是那个反应也不算太好 是的 可能这个位置就令到大家市场会觉得 你又在说经济不错 你又在说失业率不是那么差 你又在说通胀又好像已经开始好了 为什么你不是那么肯去答到Soft Landing 然后很肯定呢 是的 所以其实 由昨晚两点钟去到 即香港时间 凌晨两点钟 去到大概三点三的时候 其实那个市场就 你说是否整体很有方向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的 是的 都是叫做反反复复 那 只可以说是有微微回落的 或者叫做 气氛是有微微下降 是的 但是可能你看到收市之后 不是哦 好像那些东西回得比较多 那 我相信就不是那么跟昨晚FOMC 是的 反而是一些 可能是另外一些自身因素 就是说 究竟是否因为Google的新闻 是的 而令到 而令到气氛有这样的回落 多于昨天是因为 鲍威尔说错话 是的 或者说了一些很前瞻性的东西 是的 就不是太关系的 明白 因为本来也想问你 那是否应该 因为市场好像对于明年减息的预期 都推迟了 最新的数据都看到 交易员的 把首次联储局明年减息的预期 推后到明年的9月 但听你刚才所说 其实主要就是说 纳指也跌了比较多一点 原因可能是个别科企公司的消息 那美股来说 是否都未必说 联储局之后有个季尾 有个明显的调整 反而你觉得 其实都是可能个别公司会 比较大的调整 整体市场的气氛 是否不太大受影响 应该这样 我们会这样看 首先如果说 整个大加局没有改变 就是说 由七月底开始 和大家不断提醒大家 或者市场上 很多人常常提醒 就是 美国的季节性表现 其实这两个月 几月 即是八、九月 到十月初 通常气氛是差一点的 是的 所以 其实很好地 我们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九月二十一号 是的 而如果参考过去的季节性表现 其实大家常常最害怕 就是由大概九月二十日 左右到十月初那个星期 因为过去的表现 就是这三个星期 如果要突然跌 就是这下跌得最急 你看波幅那些东西 所以大家常常是害怕 这段时间的 是的 你说究竟 是不是因为这样令到整个 就是昨晚的FOMC 所以令到大家 有个氛围上面 或一个格局上面的改变 我觉得没有的 而是只不过 都是继续用着一个 seasonality 那样东西在表现 是的 你说昨天的反映 反映我们会看 就是 就是昨天还未 FOMC之前 昨天下午也有提到 一样东西 就是说 如果要去看 究竟市场 未来这几个星期 是不是突然间 会有个气氛 突然间变冷却呢 其实 我们就反而不是很害怕 利率上面表升 因为其实是预了 例如 你见到十年期债 突然间急升了 是的 但是其实 这个对于 我也是说 就是说 在未FOMC之前 其实过去一个多星期 市场是预了的 预了 可能说中性利率偏高 维持要高一段时间 这些没有变的 这些通 反而我只是这样说 在一个 资产价格上面的指标 我实际要留意的是两点 一就是究竟 Dollar Index 美汇指数 会不会突然间急升 是的 就是会不会突然间 升博106 是的 令到呢 其实可能香港投资者 在港股上面 可能人民币会有压力 从而令到港股有影响 第二 其实如果Dollar Index的急升 就是美汇指数急升 怕的位置 其实不是说 升博106一定会害怕的 但是要看急不急 如果很急的话 其实对于美国的一些国际企业 就是巨企 因为他们有很多国际业务 大家可以想起 大概三季前左右 大家是很害怕就是说 就是很多公司走出来说 FX上面的亏损 就是区率上面的亏损 那这一样东西是有机会 配合了美国的 就是美股的 季节性表现 走淡的 是的 那个气氛 我说气氛 就是我经常都提到 气氛淡 不代表一定要 一些资产价淡的 是的 可以两件事来的 但是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比较高的机会率是 气氛淡的时候 那些价格都会差的 是的 但是可以分开 有时候我们想说 什么鹰跌不跌 你只是用横行 用时间拉过了 调整 那其实这些都是 其中的因素来的 是的 而另外还有一个指标 刚才说 我们要看两个指标 美汇指数还没有破位 但是我觉得 破的机会高 是的 而另外一个就是 看着VIX的指数 是的 VIX的指数 恐慌指数 是的 恐慌指数 因为大家都 总会有一群投机者 就会很想去拼搏 VIX 最有机会急升 这三个礼拜 是的 就是看回 美股跌的时候 就是如果看季節性表现 美股跌 就反过去VIX 是升的 那这一个就是 可能大家会想 究竟是不是会有些 对冲的效果 或者怎样都好 那因为去到 昨天就十四这个水平 叫做近年的低位 是的 但是你以为如果历史 通常我们常见 你说要很有把握 就去到大概十或十日 才是比较大一点的把握 但是anyways 那你用十四 也是叫做近期的低位的时候 你就留意一下 究竟会不会突然飙升到十七 是的 甚至如果飙升到20 就更加害怕 是的 但是你看到 暂时连十六都未到 是的 所以可以留意着 会不会在VIX上面 给到指引大家 是不是真的要害怕 是的 或者叫把握 一个吸纳的机会 就是看着这两个资产 你可以反过来 你看着 有些害怕的资产 正在移动 就是利淡的资产 正在移动 但是你可以不去对冲 你纯粹是去想 反过来 我是想去做 准备吸纳 看着这些东西 标到某一个位 就拿来准备吸纳 就是吸纳你想吸纳的资产 是的 在这里只是补充多一点 因为提到VIX 记住VIX 任何的工具 都是由短炒为主的 是超短线的操作 不是用来长渣的 你要留意 就是想拨VIX的走势 拨VIX的走势 或者你用现在市面上 有的VIX相关的工具 都是一些短线操作 不是用来长渣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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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